美国领准会主席鲍尔暗示 5月可能会升息两码抑制高涨的通膨 美国21号开高走低 道琼最终收叠368点 根据Country Point Research最新的智慧型手机 零组件跟踪报告 随着多数零组件的供需缺口缩小 全球半导体晶片短缺的问题 有望在2022下半年得到缓解 欧洲议会21号公告 内部市场与消费者保护协会 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支持 电子装置统一USB Type-C规格的草案 而且不仅电子产品 欧盟境内每年高达5亿个行动装置 充电装置也将统一采用USB Type-C界面 即将成局 台湾多家晶片厂迎接爆发性商机 美国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宣布 将于4月30后关闭其新开通的流媒体服务 CNN Plus 结束约一个月的营运时间 外门CNBC指 CNN Plus服务每日活跃用户人数 实际上不到一万人 新唐人亚太电视总理报导 知道另一颗画 请不及 您請订阅